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 直接指控北京踐踏人權 其中特別是新疆維吾爾族的人權 然而同一時間在美國內部的國防論壇 也把主軸核心放在對抗 中國威脅紅色滲透 中國對世界人權的威脅 對台灣的威脅 美國的新政府越來越覺得巨大而真實 而這巨大而真實的 就在國務院公佈了 2020年的人權報告裡面 特別指涉就是新疆人權的被迫害情況 所以布林肯在這個記者會上 直接講說他完全認同蓬佩爾講的 這是個種族面絕 而且他特別在講話過程中還講了一段 中國利用COVID-19的時候 還加強對新疆的一個控制 所以他要跟國會合作 要用馬克黎斯基法案 還有香港法案 要擴大對中國的問責 而且他認為說要跟理念相同的國家 全世界一起來對抗中國 才有辦法 那另外一個台灣受到一個威脅是什麼呢 就是曾經在美國五角大廈 多次負責藍紅兵推的一個前的一個官員 叫做奧赫曼內克的人 在NBC訪問的時候他特別解釋 五角大廈對於中國入侵台灣 做了很多次的兵推 但是他講說在這個美國的兵推裡面 雖然美國是堅定的確定要來持援台灣 但是美軍並不是百戰百勝 很多時候是慘遭落敗 而在這慘遭落敗裡面 幾分鐘之內台灣的空軍就被中國的飛機 中國的飛彈給殲滅了 而美國像在很虛赫的這些基地 也受到中國的攻擊 甚至於美國要來持援的航空母艦 都因為共軍的武力 把它阻擋在持援圈之外 所以台灣其實這個威脅是非常大 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已經不是1996年那個年代 台灣當時受到飛彈威脅的時候 美國還掌握整個西太平洋 絕對的空憂 絕對的海憂 中國在這幾年船隻下了像水腳 飛彈的射程 飛彈的量 還有飛機的量都大量的提升 所以在這個時候很快的 而且他講說最近不斷的在繞行台灣 都是在皮台政策的一環 所以到時候千機騰工 萬彈齊發 萬船齊發的時候 台灣他說我們現在有F16B 有愛國者飛彈是不夠的 因為這些高架的武器 面對這麼多的狀況 其實是完全不足以全面的阻擋下來 甚至於我們的機場跑道 在幾個小時之內 幾分鐘之內全部被摧毀 所以他說此時此刻 他會建議台灣 還要加強無人機 反艦飛彈 然後水雷 還有防空飛彈 才能夠拖延這個時間 讓美軍有足夠的時間進來遲緣 這樣子能夠拉到台灣的確保 而在這個過程中 有一件事情就是美軍在做鋪排了 就是最近的帛琉總統來訪台灣 然後還帶著美國駐帛琉的大使 一起訪到台灣 都是在強化美國 台灣和帛琉 三個地方的戰略夥伴關係 這個東西不是大家只是在推測了 麗英傑今天特別出來講 現在帛琉來這個意義深遠 不只是防疫 不只是開啟了旅遊 這個旅遊泡泡 他特別講的就是 三方一體的戰略夥伴關係 然後可以加強的是自由和民主在印太地區的確保 然後在此同時我們也在七月起就可以正式的交給 帛琉兩艘海上的一個多功能的船艦 然後這個船艦也是在我們不最近才跟美國簽了海巡的共同的條約嗎 在這個之前你就已經準備好了 因為帛琉這件事情 美國 台灣和帛琉 是美國在安排第一島鏈到第二島鏈中間 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祭典 這裡就是帛琉 然後帛琉就在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中間 但是最重要是什麼 美國在整個太平洋那邊 一直有個叫做太平洋安全走道 就是從帛琉起點 經過關島 然後到我們上次被拿掉的索羅門和吉里巴斯 對美國來講他船艦都走這一條 而且事實上當年美國進軍西太平洋 把日本打炮的時候 他也是先打下帛琉 所以帛琉這邊的位置 就是要把他這邊給確保起來 連日本菅義偉四月 是第一個要去美國訪問拜登的人 都已經討論一件事情 要把台灣的安全正式的攜帶 拜登和菅義偉正式的會談上 認為他關切到美國、日本、南韓最核心的利益 好那我請教明傑 五角大廈的兵推 模擬台海的戰爭 事實上中國紅軍大勝 這引發美國內部的高度焦慮 事實上今天還有這一個 前國防將領的重要核心論壇 那也聚焦在中國威脅 對其實這幾年來 一直有所謂的藍德智庫的一個 美中等於大戰的一個電腦兵推的一個結果 那當然經常被引述都說 可能這個美軍是打不過解放軍 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我先談一下就是說 基本上這一次這一個NBC 他採訪的這幾位人 人物就是包含像這個 剛剛講到前五角大廈 這一個一位叫做 David Ochmanik 那還有另外一個叫David Sharla Peck 這兩位其實他們在講他們透露的這個兵推的一個內容 其實我對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在2015年其實有點時間了 這一份就是藍德公司出的 其實非常著名的一個美中 包含在台海戰爭在南海 爆發衝突的時候 雙方的一個兵力的一個對比 那這兩 剛剛我講的那兩位 其實有名列在下面 所以他們談的就是這一份兵推 你看這這麼厚幾百頁 我簡單講一下這一份兵推的結果 基本上他分了四個時間點 從1996年一個時間點到2003到2010到2017 其實是幾年前的事情 那當然他的一個整個結論跟論述來講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 提出這樣的一個兵推講說 美軍會被解放軍擊敗的重點 是要讓華府當時的高層 那時候其實還是這個歐巴馬政府 把讓華府高層了解到說 美軍的軍力如果不持續強化 會這個可能這未來會被解放軍擊敗 而這個未來會被解放軍擊敗的時間點 是什麼時候 並這個沒有具體的指出 但是像這個歐克曼尼克 他這次講的是說 2025年如果美軍軍力不持續強化 可能會擋不住中國對台的併吞 那所以這整個兵推的時間點 分四個部分 1996年的時候 那時候美軍當然派兩支 這個航母戰鬥群 可以嚇阻解放軍對台的文攻武嚇 不過就是在後面 逐漸的美軍如果流失他的優勢 這個情況之下 他的一個兵推的時間點的最後 本來他2015年的一個研究是 2017年可能就會扭轉 當時在2017年之後 美軍可能就會開始上市優勢 那主要重點是說 這個結論上來講 中國在台海跟南海 如果跟美國開戰 他最大的優勢就是地利 第二個就是說 的確解放軍的一個大批的 包含像彈道反接飛彈 東風21這些可能對 美軍在琉球的基地 駐日美軍基地這些都形成一個威脅 包含像他中間 他的這個推演的非常細 包含他譬如說 他講說用274枚的東風21 可以將這個沖繩的家手 那基地癱瘓連續9天 那所以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還包含 推演到非常細的是 包含像美軍的戰機如果掛載 譬如說HM88 這樣的反輻射飛彈 對中國的解放軍的各個軍機場 進行防空制壓打擊的情況之下 可能他的成功率有多少 因為解放軍包含他有 紅旗9或者S300 S400的防空飛彈 如果他換裝成S400防空飛彈 這樣的成功率可能會低於五成 可能也會危害到美國戰機的 這個飛官的性命 那這樣推演的非常細的一個內容 中間還包含像台灣的部分 其實他有談到說 如果今天台灣獨立 台灣的空軍獨立作戰 可能只能維持七天 這樣的一個七天時間 可能會讓美軍來不及 奪回台海的制空權 如果美軍要拿回台海的制空權 必須要動用兩千兩百五十架 高達三十個作戰連隊的一個戰機 部署在印太地區 所以這些其實才是 他真正兵推內容的一個細節 那剛剛講到說 雖然這一次有媒體報導說 這一名前五角大校官員 講說如果解放軍的飛彈攻擊台灣 台灣的空軍可能幾分鐘之內被摧毀 我覺得這是有點誇大奇詞 因為特別你看二零一七年 那時候川普下令 這一個美軍用五十九枚戰斧 巡弋飛彈襲擊敘利亞大馬士格的機場 那時候打了五十九枚的巡弋飛彈 耗資了將近三十億台幣以上 結果的戰損是只有造成這個機場 六架戰機這個損毀 六個機庫被凿穿 還有六個人死亡 這樣的一個戰損 大概只有這個機場的百分之二十五 所以這些其實都做過細部的研究 但是重點是回來了 就是說今天美國其實在這一份兵推裡頭 還有幾個優勢是解放軍 他並沒有超越的包含像核武的能力 核武美軍跟解放軍比是十三比一 所以這個報告裡面也有談到 美軍還是有這樣核子而威責的能力 同時美軍的潛艦 如果今天在台海 中共的這個渡海兵力 渡過台海的過程中 他在七天之內 可以殲滅百分之四十的一個解放軍海上兵力 所以回過頭來 為什麼台灣要跟美國採購高達四百枚的 暗製的這種魚叉飛彈 或個型的反艦飛彈 當時台灣的國防部說 台灣自己要負責殲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解放軍海上兵力 就是因為美軍負責另外的百分之四十 那百分之十這個殘存的兵力 登陸上來的時候 再由地面部隊來把它攪清 所以你看到近期 美國為什麼要回過頭來加強 在印太地區民主的盟友 包含強調在日本基地的打造 包含在關島地區的強化 包含整個南海周邊國家的 一個進一步聯盟合作 美日印澳四方的一個聯合 無非就是要抵消 中國在地理上面的一個 最大軍力發展的優勢 所以回到現實 現在目前這兩天 你看到東海 日本的這一個金剛級的神盾艦 跟美國駐日的 這個第七艦隊藍領號的指揮艦 進一步也在進行 所謂的海上聯合操演 同時更特殊的是說 昨天其實中共的 這一個南海的 這個動態感知的平台 發布了一個訊息 他偵測到 從衛星拍到南海地區 澳洲有一艘這個安札克號 還有連加拿大的 這個卡爾麥里加號的護衛艦 都跑到南海來 華春瑩想要看到的八國聯軍 真的慢慢在成型了 連加拿大的軍艦 都開到南海裡面去 同時這兩天 還有一個特殊的是 日本的這一個防衛相 岸信夫也到印尼去訪問 雙方也舉行了2加2會談 這時候連印尼都把他拉進來 所以看得出來解放軍的威脅 持續在升高 這是事實 但是重點是美日台三方 自己要也不斷的強化 自己的一個防衛力量 才能抵消這樣的一個解放軍 可能相關的威脅 讓整個台海情勢不會失衡 讓北京不會做出誤判 輕易的清起這個台海的戰端 好 我們稍後回來